大家好,我是货票棒子 今天又回来两个快递 下面一个是我打的盒子币 这一个是我在华家拍卖回来的一批东西 先看哪一个呢 先看看我回来的东西 再看盒子币 放地上 就看这批东西 光过来一点 2021 三餐四季 阳光和煦 2022 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美好 好好的吃个饭 好好的睡一觉 好好生活 原来就是美好 这有点奇怪 不应该就这么点 是华家拍卖的东西吗 不知道是不是 怎么就这么一点啊 我有十几个盒子币啊 就这么一点 确定吗 我怎么感觉 不对啊 我有多少个盒子币啊 没有好像几十个的 怎么才这么几个 我好像打了好多盒子币的呀 怎么就这几个 这是大样 诶 这东西不对啊 我的盒子币去哪了 我还有十几个盒子币呢 这是我的一组那个通宝啊 奇怪 怎么就这么多东西 我靠不知道华夏怎么回事啊 我应该买了有十几个钱币去转盒子的 结果都没有回来 就给我一个这个被俘的 我明明有十几个盒子币的 我也不知道这回华夏是怎么回事 感觉他们最近老是犯错啊 一塌糊涂 嗯 到时明天再联系吧 我问他们的时候 都没有没有人回话 现在也找不到人啊 这几个是当时拍的通宁通宝 我当时就觉得这三枚里面 有一枚还挺漂亮的 就买了就这枚花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看的有点怪怪的 应该是福林广川吧 那当时感觉到没有感觉这么明显啊 回来就福林广川一眼就看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正字 还有一个宽字啊 没有什么混头 这个这个是我自己最近买了一枚 比较喜欢的钱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算是比较正价买的一枚东西啊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字口特别好 但是一回来感觉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好啊 我当时感觉好像是挺温润的 其实感觉这个有点像火烧的一样 但是听得还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 被下斧 这个斧子好像是刻出来的啊 那整体状态的话也就一般般了吧 嗯 这一枚本来我是特满意的一枚钱币 结果上手的话感觉也不太好 这一枚我估计是要亏点小钱了 因为这枚我是喜欢才买的 这枚的话是价格比较低啊 当时买的时候 这枚是那个 啊 这枚到回来钱币状态倒还不错 还带点戳痕你看 带点小戳痕 啊黑包浆也还可以吧 声音也不错 对啊 这枚钱币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这枚大顺还不错 其实打到一个普品的大顺的一个状态啊 我觉得打85分都可以打了 啊 就一个80分 到时候我到那个公伯去换个85分的盒子 这应该不难 然后剩下来就这一组大样了啊 这一组大样 就是好多没有回来 我应该我打了十几个 还有一个圆摆 还有几个币都没回来啊 就比较坑爹了 然后就是这三个 一个是一个保全当务时大样 当时大样啊 这一枚币呢 当时就觉得还可以吧 其实上手感觉也还行 就是洗过一下 然后呢 状态洗的也不错 啊 是一个保全的出头保 状态呢也是38的啊 还可以中规中矩 然后两个小大样 这一仓好像是1150块钱吧 我感觉这个虽然是一个26.6的大样 我估计卖个300块钱还是好卖的 这个也是左右 卖个三四百块钱还是好卖的 这个是27.26.9吗 27就差一点点 状态也不错 知道知道 嗯 这些是这样子的 嗯 行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这一次比较坑啊 本来觉得东西还挺多的 我还做一期视频呢 结果就回来这么点东西啊 也不知道华夏是怎么回事 还有十几个币不知道去哪了 我明天还要去找他们问一下 哎 就差不多是这样嘛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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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